油价方面伊朗解禁在即国际原油功过于求 格局没有改变 本周油价会在下滑 根据中油浮动油价公式计算 下周国内弃柴油渴望大跌八角 发油量最大的95仙汽油将会跌破25元 重返年初的低价时代 本周油价降幅明显跟中油采取差别定价的台速实化 也可能会提前一天宣布降价